你的15年或以上的雪櫃 可以用你高達150元一年 是時候擺脫它們了 為了環保, 立即參與這個節約能源計劃 請到powerstream.ca 或支電1777979473 我們幫你免費帶走它 早安 早安 Ronia, 這陣子我早上起床 經常會打黑癡 是 有一段時間, 起碼一個多小時 就不斷打黑癡 不知道這些是否真的入冬的時候 可能是 因為夏天我就沒有 不知道是否天氣一轉 我的鼻子就敏感了 會不會是這樣 冬天, 天氣轉 也有機會的, 我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是否問錯人呢 我不是醫師 我也覺得是的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一位李醫師 李滿華醫師 就來到跟他講一講 一些入冬的常見問題 不如我們一起問一下 早安, 李師, 早安 李師, 早安, 你好 很感謝這麼早上來 陽光普照的一天 跟我們解釋一下, 會不會因為 真的開始入冬, 轉季 我們的身體當然又會出現 一些不同的反應 例如拿我個人來做例子 我早上起床就打黑癡 這些是否比較入冬常見的問題 都常見的 因為近來都多了一些這樣的情況 來看體症 不過全年, 即是成年裡面 其實春季, 秋冬的時候 都有這批人來看 OK 其中一樣, 其實身體 當然體質會影響 但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說的就是 城市裡面的過敏源 它刺激了我們的鼻子幕 就會有機會出現這些打痴流鼻水 有些人說吃一個早上 可以用一盒紙巾都可以 真的 我早上 很重要 一起床的時候 鼻水就會拼命不停 是的, 沒錯 另外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見 例如我最近有些朋友 就是乾燥令到水腹起一粒粒 是的 那究竟是什麼 是否風冷那類東西 有兩種的情形 一種是癢起來 乾的時候就會起一些 我們叫做幽疹 幽疹 幽疹的意思是 我們摸到一粒粒粒粒的 是 有一種就是風冷的不同 風冷就是一塊不會粒粒的 但很癢 一樣是很癢 兩種情形都很癢 加拿大我似乎看 幽疹的那種情形是比較多 OK 香港反而風冷的情況 就比較常見 就是在這邊 反而會看到一粒粒的 凸出來的 是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現在現代醫學 就是西醫和中醫都同樣 承認一件事 就是壓力其實跟這個都有關 除此之外 就是你說天氣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 因為其實這種反應 基本上是因為皮膚的皮脂線 分泌的皮脂是不足夠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些 就是護膚的 好媽媽的那些 沒什麼幫助 OK 一定要找到一些護膚 或者是霉膚 它是有一種天然的皮脂的 OK 就是那種 就是比較滋潤一點 就是加多些天然的 簡單來說 對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特性 OK 我發現事實是他們用完之後會比較好 OK 剛才你提及到壓力也會有一個影響 現在說真的 每一個都市人的壓力都是越來越大 因為工作上 每人生活上 其實為什麼壓力會影響到他們會出診 或者出這些風難 那個病理其實簡單說就是有壓力 壓力當然可以說影響中醫的角度看 就是影響肝的一個疏食的功能 但實際都相當複雜 有時醫學上 現在到現在都不能夠完全解釋 OK 為什麼壓力就會出現 但是我最近有個個案 就是有個病人 他剛剛生了寶寶 是 幾個月 OK 那他很久沒有試過有皮膚的問題 因為他最初的時候都是來看皮膚的 直到近期生了寶寶之後 他的皮膚又回來了 但是形式又不同 他以前是瘋懶的 是 這樣的形式 現在就變成的 是粒粒的 就是生完寶寶之後的徵狀不同了 皮膚出現了一些轉變 是的 沒錯 所以很有趣 就是在臨床 你看到一些這樣的案例 你要聯想一下 身體有什麼變化 其中一樣 他臭寶寶 相當之大 壓力 辛苦了 晚上要起床 這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OK 那在冬天來說 那麼多問題 我們應該吃什麼 或者做什麼 去強身健康 在加拿大我覺得 有幾種情形的食物 是要留意的 OK 第一樣就是很多人喝酒 OK 晉莊的水 晉莊水很多時候 其實你猜是生水還是熟水 生水 生水 生水就是水喉水 因為沒理由這麼便宜 兩元一大盤 24至少 它全部煮入瓶給你 這個機會其實就很小 OK 第二就是生冷的食物 什麼是生冷的食物呢 沙律 沙律 沒有煮過的菜 這個是北美很難行 對 這邊的飲食習慣 是健康 減肥 健康 但是誰不知這些 沒有煮過的菜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腸胃是不受得來的 因為很看個人的 譬如有些人就受到沙爛的 有些人就是受不到沙爛的 有一個在英國過來 多館多做事的患者 他就是出現剛才說 打一次流鼻水 照用了整合紙巾過程 當然他拿了一些羊之外 我叫他一定要 因為他是食物 素食 主要是吃沙律為主 魚肉他也會吃 但是他一切成功 我叫他煮過 放兩片薑 這些是中國 傳統的 最正的文化 俱風 放薑 俱風 你很短時間就調整了 你會覺得很驚奇 為什麼會有效 其實我們真的要認識 我們自己的身體 有時候不像Ronnie說 膽肥通常人們會說吃沙爛 吃少許什麼 如果我們能夠 譬如現在開始 由今天開始 雖然有這個濾 但我們也 熬一熬 好的 菜煮一煮 好的 吃少許魚生 不要吃那麼多生冷的食物 很難 很吸引 儘量 你意思是吃少一點 不是說不好吃 不過是吃少一點 聽話吧 Ronnie 對 還有煎一煎 才再吃 熟食就比較好一點 細菌感染的比率又會低一點 最重要是喝少許 醬醬醬 可以的話就煮一煮 生的食物吃少一點 整體的生冷食物吃少一點 另外還有沒有什麼要留意 入冬的時候 其實當然你發現自己 其中一個影響 那個 Sleasing 即是那些 鼻鼻 鼻水 我們研究 即中醫的研究 其實跟腸胃相當相關 所以為什麼要 那些患者要大家這麼做呢 就是你要保護腸胃 如果你慣性 冬天都一早就喝杯冬咖啡 那你告訴你 你這些腸胃 這些鼻敏感的問題 是不能解決的 即是你不能救的 如果是這樣 真的沒事 我們要聽李醫師說 即是早上盡量去 喝一些熱的飲品 暖的飲品 早上千萬不要起床 喝杯冬水或冰水進去 好像一架車一樣 要那副手機最重要 要溫暖 是的 你溫暖車你才開車 這個真是一個比喻 人家說一大杯水 其實要多加一個節 一大杯暖水 暖水 就更加理想 如果你在水喉 針一大杯水來喝 你長期這樣 即是不小心 其實已經破壞了你自己的腸胃 我們明白了 謝謝 希望我們自己 和家庭觀眾 都會身體健康 希望你們聽聽李醫師的提示 沒錯 希望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去入冬 謝謝 我們今天很感謝李醫師 謝謝 謝謝 拜拜